是什麼活動已經讓禮堂起爆了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師之培育就業輔導處 同時教育中心三十雜誌聯合邀請電影《極光之愛》導演 詩緣 監製 王岳 男主角右聖道師達 分享聲明中的原諒與非原諒 右聖演出《極光之愛》後 讓他重新認識自己 並深刻感受每個行為 《極光之愛》導演李詩緣提到過去情史 每段感情都讓他學到新的課題 也發現遺憾是共同點 他強調只有知就 學會原諒才能找到出口 王岳支持PPT 分享丈夫李國修生前一段話 並也播放李國修在生前 對王岳真情告白的鈴鐺 令不少聽眾得淚煙荒 在這個女生問題上 這是我最後一次性的 我也想到27個女 前面的細心 我也會欺負你 在尾聲更是許多聽眾提出問題 希望瞭解你的生命教育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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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心中因為這些言語的刺激 或者是一些行為 我知道我傷害了她 所以當你發現 你不想這樣的時候 不要責備自己 千萬不要 那只是因為你想要做另一件事 所以希望你可以找到 你們想做的事 然後用力去做 你的人生會過得更大 還有 我希望你們正處於這麼 揮煌的黃金年代 請千萬不要小看自己的名字 因為你們就是未來改變世界的人 是你們會帶來未來的世界 所以不要客氣地去定下你的視野 勇敢地說出你將要成人 什麼樣的人 我們的生命曾經被傷害過 也無疑傷害到他人 但是要用愛來寬恕 為生命帶來更多的力量 校園記者 帶今天我們校園採訪到了